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夕的Podcast 每周一到五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高敏感 有些人在生活当中常常会为了一些小事情发鄙气 或是对一件明明超不重要的事态认真、太执着 搞得他身边的人压力都很大 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人也太敏感了吧 那这些人很可能是所谓的高敏感族群,而且他们的人数还不少 根据调查,全球有将近两成的人都是高敏感族群 那顾名思义高敏感人的特质就是会对很多事情特别的敏感 有些人就觉得高敏感人真的很难相处 因为他们不止常常想太多,还很玻璃心 会为了小事情在那边闹脾气,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但也有人觉得高敏感人其实超贴心 除了心思很细腻,也很有同理心 总是知道其他人需要什么,是很棒的朋友跟伴侣 嗯,不过到底要怎样的程度算是高敏感 跟高敏感的人相处,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呢? 如果自己就是高敏感,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自己不要过得那么辛苦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高敏感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关于农历新年,除了包红包给小朋友之外 你还可以考虑送孩子们一份未来用得到的能力 芒果果绘本打造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 让小朋友能够轻松地学习生活素养能力 像是了解身体自主权 练习专注的找找游戏 培养刷牙习惯这些内容 而芒果果绘本不仅两季的募资都破百万 也在成品金食堂上架贩售 目前已经卖出了超过两万本 深受小朋友喜欢 现在芒果果官网也有新春限时优惠 是三本绘本两副卡牌 再加上着色游戏本的组合只要六折 结账输入Podcast77再打九折 折扣完现神2800元 还会送兔年芒果果红包袋哦 现在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接 去看看芒果果绘本的新春优惠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题吧 高敏感这三个字 前一阵子在台湾的社群上面非常流行 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个名词 但不一定有意识到 自己的身边其实有不少人就是高敏感族群 而这样的人可能会莫名其妙 被一些小事弄得很烦躁 人多一点的地方就赶去 一点点不舒服的声音或是味道 就会让他快要崩溃 或者是有的时候 你跟他约出门聊天 但聊到一半你有点累了 跟他说你想回家休息了 结果他马上觉得 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然后就开始自责 检讨跟你道歉 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但实际上 你可能真的就是累了 想要回家耍费 根本不是他的问题 如果刚刚讲到这些事情 你都能够感同身受 甚至出现即逝感 那么很有可能 你身边的这个人 就是所谓的高敏感人 不过具体来说 高敏感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研究高敏感的专家认为 高敏感的人具备 D O E S 四个特质 翻译成中文的话 就是分别对应到 深度处理 过度刺激 情绪反应跟同理心肠 以及最后一个对刺激敏感 首先深度处理的意思呢 是指说 高敏感的人在遇到 某件事情的时候 容易想得很多很深 造成他们的大脑 常常会觉得过载跟当机 也因此他们常常会被别人 笑说想太多了 或是认真模仁 而再来过度刺激 跟对刺激敏感的部分 主要就是在说 高敏感人对外界事物的变化 非常敏感 可以觉察到一般人 不容易发现的声音 表情或是环境变化 而另外 他们对于光线 噪音 痛觉 或是惊吓等等的反应 强度也会比一般人高出很多 所以他们往往很怕吵 很怕痛 被吓到的时候 反应也特别的大 而最后 情绪反应跟同理心强的部分 意思是说 高敏感的人 很容易对别人的情绪 产生共感 譬如说 看着同学被老师骂 明明不干自己的事 但他却会觉得难过 难为情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他们常常会接收过多的情绪 而导致不堪负荷 容易爆炸或崩溃 被别人觉得很情绪化 简单来说 一般人感受不到 或是直接忽略的讯息 包含像声音 表情 情绪等等 高敏感的人 都会全盘接收 而且他们对每一个资讯 都会放大检视 认真处理 那拥有这样的特质 就让高敏感的人 对于人际相处这件事情 很容易感到疲惫 一旦社交的互动时间太长 他们就会觉得 讯息量超过负荷 脑袋像是要爆炸一样 真的是蛮辛苦的 但是 为什么高敏感的人 会这样呢? 他们跟一般人 到底哪里不一样? 根据神经认知学家的研究 高敏感人 跟一般人的差异 在于大脑的神经回路 他们发现 高敏感人大脑当中的 性人和特别的发达 那因为性人和所掌管的 主要是恐惧跟不安的情绪 所以性人和比较发达的人 会比别人更容易出现 担心或悲观的感受 而另外 跟一般人比起来 高敏感人的镜像神经元 也特别的发达 这个镜像神经元 跟情绪传递 还有同理心 有很重要的关联 所以镜像神经元发达的人 比较容易理解 共感其他人的情绪跟感受 通常会有很强的 同理心跟正义感 那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原本其实是一种演化优势 因为在很久以前 人类还生活在荒郊野外 过着采集 或者是狩猎的生活的时候 这类型的人 因为特别的敏感跟多虑 可以帮助他们 更容易的察觉到危险 或是做决定的时候 更加的谨慎 提高自己 跟身边的人的生存几率 但是 我们现代的社会 基本上已经很安全了 这样的技能就比较派不上用场 再加上 现代人每天接收到的讯息 需要社交的次数实在太多 生活当中的变化也很快速 而这种高敏感的才能 好像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 让拥有这些特质的人 生活变得非常辛苦 对很多高敏感的人来说 光是同事 室友的键盘滑鼠声 外面工地的噪音 或是大众运输工具 百货公司 人挤人 就足以让他们一天的生活崩盘 但除了这些环境因素之外 跟人社交 这个现代人基本上无可避免的事 更是常常让他们崩溃在崩溃 有些高敏感的人就表示说 在社交的时候 他们大脑会一直出现很多的小剧场 像是一注意到别人表情 有什么细微变化 或是讲话的音量变大声一点点 他们马上就会想到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说错了什么 让对方不高兴了 然后因为这样觉得很自责 很受伤 那因为高敏感人随时随地 都在对身边的人查阴观色 所以他们也很容易下意识地觉得 自己要对整体的社交气氛负责 需要照顾大家的情绪 那虽然在朋友群里面 有一个能够顾及大家感受的人 其实蛮好的 可是这样的心态 就会让高敏感人在社交的过程当中 变得非常容易疲惫 而且因为他们太容易感受到压力 所以一些压力造成的身体状况 像是失眠 过敏 拉肚子 或是胃食道逆流等等 对高敏感人来说 几乎是家常便饭 相求下来 这些身体上面的困扰 也可能会演变成 更严重的自律神经 或是内分泌失调 但是就像前面讲到的 高敏感人跟一般人的差异 是在于大脑 所以简单来说 高敏感是一种天生的特质 很难靠后天去改变 就算你劝他不要在意 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就是好像 有些人天生怕吃辣 你看他说就不要觉得辣 一样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如果你身边 有高敏感特质的人 那在相处上面 可能就要顺势的 做一些调整 我们刚才有提到 高敏感的人的感受 常常都是会被放大的 因此如果你身边 有高敏感的人 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可以参考三个原则 分别是尊重差异 多给赞美 还有给予空间 尊重差异 是指尊重他们的真实感受 不要随便的指责 对方想太多 因为想很多 真的不是他愿意的 他天生就是心思比较敏锐 再加上高敏感族群的人 很容易负面思考 你随口开的玩笑 或是不经意的批评 听在他们的耳力 可能都会被放大 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挫折 不过反过来说 高敏感人 也会放大正面的鼓励 所以如果你愿意 多给他们一点肯定 就有机会帮助 他们建立起自信心 因此事实的 多给赞美 是非常重要的 而另外 因为高敏感人的脑袋 容易负荷太大 很难长时间 跟别人互动 所以他们往往 需要比较多的独处时间 因此当你的高敏感朋友 或是家人暂时不想跟你说话 想要自己休息充电的时候 你可以做的 就是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 不用太担心 也不用急着把他们拉回来 问他们是不是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等等 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为了 顾及你的感受 勉强自己继续跟你互动 但内心却默默承受了 很多的压力 所以在这种时候 就各自解散休息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总结来说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 以上提到的原则 那跟高敏感人相处 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困难 而且只要你了解 怎么跟他们互动 高敏感的优点 应该也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有心理学家 就曾经针对高敏感小孩 做过研究 他们发现 虽然高敏感小孩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的确比较难照顾 但如果家人照顾得好 这些小孩长大之后 往往会对身边的人 非常的贴心 也常常在许多的领域 成为很会照顾人的领导者 而且如果你有抓住 跟高敏感人相处的精髓 那或许你会发现 身边有一个高敏感的朋友 根本是一件超幸运的事 像是你不用解释太多 他就可以知道 你现在的心情跟需求 很多事情 你只要起个头 他就能够帮你想得清清楚楚 这些都不是一般人 能够轻易做到的 好的 那在我们讲完 如何跟高敏感的人相处之后 你可能会想问说 那如果我自己 就是高敏感人本人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照顾好 自己的感受呢 如果听到这里 你发觉自己 可能就是高敏感类型的人 那在这边 我们也整理出三个 来自专业心理师的建议 给你做个参考 帮助你在感到不舒适的时候 能够试着自救 首先是你可以尝试了解刺激来源 高敏感人自救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好好地了解 自己最敏感的刺激来源 到底是什么 然后再试着处理 譬如说 如果你对声音特别的敏感 那或许你可以随身 携带一副隔音效果好的耳机 在需要的时候戴上 又或者说 你是对人群特别敏感的人 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那你在每天出门前 也可以多花一点心思 规划自己当天的路线 有效地避开人多的场所跟时段 在处理完最基本的环境需求之后 第二个自救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练习多放过自己 试着常常告诉自己 提醒自己 不要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担 很多事情不处理 也不会怎么样 不需要为此有罪恶感 也不用害怕自己会因此被讨厌 不过生活当中 难免还是会累积许多压力 因此第三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每天进行放松练习 心理师建议 有高敏感特质的人 可以在每天睡觉前 透过冥想 复视呼吸 或是收听白噪音 用任何适合自己的方式 让自己的大脑 暂时停止高速运转 借此达到真正的休息 那当然 高敏感并不是一种疾病 只要能够与它共存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因为过度的敏感 感到非常的困扰 甚至影响到生活 那我们还是建议你 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式的咨询 帮自己找到最适合的调试方法 节目的最后 也想要来聊聊 我们制作这一集的想法 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 高敏感的人 在现代的社会 真的容易活得很累 跟身边的人格格不入 当高敏感的人 跟一般人相处的时候 会很难互相理解 对方的感受 高敏感人可能不懂 其他人为什么 在感受上面 会这么迟钝 但一般人反而会觉得 高敏感人太纤细 太情绪化了 这种先天上的差异 不只会造成很多 沟通上面的障碍 也很容易让高敏感的人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被贴上各式各样的 负面标签 那我们觉得 这主要是因为 以前针对高敏感的介绍 并没有很多 大家没有听过这种特质 甚至有很多人 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其实就是高敏感族群 就像我们的团队 也是在做了功课 研究完这一次的主题之后 有些伙伴才注意到 自己或身边的朋友 有高敏感特质 因此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人 可以透过这集的内容 一起来认识 什么是高敏感 如此一来 大家在沟通的时候 或许就能够减少 不必要的误会 彼此也能够 好好地相处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 关于高敏感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追踪跟订阅 另外 我们在EP131 也聊过一个 很常被误解的 自闭症族群 比如说 很多人都以为 自闭症就是很孤僻 不会社交的意思 有人觉得说 自闭症 感觉都是比一般人 更聪明的天才 但这些说法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那自闭症到底是什么 如果自己或亲友 有自闭症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感兴趣 很欢迎你听听看 EP131 我们会把连结 放在资讯栏 如果是对于 这集高敏感特质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 就这样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